全憑他的一雙手 成就一家三代男兒 美美人生 玉太四十年家廚經驗 原來就是最重要好吃 千呼萬喚 玉太教主 玉太家常菜 逢星期六晚上九時 YouTube首播 请付费支持MyRadio节目 玉敏踢爆之一周九说点评 2023年8月4日 邓炳强是外部势力 处心职累陪职的保安局局长吗 港共政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8月2日在社交网站发布影片 指外部势力在回归前 已经处心职累 利用香港危害国家安全 并且列出过去二十年 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只有外部势力 透过发放假新闻 假消息 及鼓吹暴力 将香港慢慢推向颜色革命 邓炳强不知何所据而云 杀有介事地说 外部势力 2003年 已经在香港 培植一些本土反对派 专门专门举行 反政府的大游行 其中反23条立法大游行 就是他们的试点 他们发现 只要能够制造社会议题 和矛盾 就有可能号召多人上街 令到政府更难执政 邓炳强又说 2012年 政府推行国民教育 外部势力 带头抹黑政府政策 使到市民上街游行 及包围政府总部 2014年 政府打算按基本法推动政改 但有本地代理人反对 以至发生占中事件 及后慢慢有人认为 游行要加入暴力元素 于是导致2016年的旺角事件 和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 上述大内宣影片的内容 颠倒是非 歪曲事实 极具今天 党国体制极权统治的香港政府特色 但是邓炳强将过去20年 香港发生的群众运动 全部定性为 外部势力的处心积累 危害国家安全 那就很有问题了 第一 请问邓炳强先生 你左一句外部势力 右一句外部势力 究竟什么是外部势力呢 外部势力 即是相对于内部势力 你说的外部势力 究竟是指香港以外的势力 还是中国以外的势力呢 根据旭敏观察你过去的言行 特别是你经常够说 而且自以为好乱有型 洋洋自得 你显然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很少用外部势力一词 他们通常是用境外势力 这个是意识形态斗争中 常见的政治用语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势力 即是境外敌对势力 或者境外反华势力 法律上就称为敌对组织 根据2014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就指由国家安全部 或者公安部认定之 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和社会主义制度 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 1993年2月22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30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1994年 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实施细则 该细则第五条规定 敌对组织 由国家安全部或公安部确认 2014年11月1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规定敌对组织 公共建政之后 进一读 灰外势力 是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后来就被称为帝修反 即是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 反革命分子 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苏联 加上西方部分列强 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港法 与香港扯上关系 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 中共为香港度身订造国安法的论述依据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辰 2020年5月22日上午 向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大涉港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 引述如下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 反中乱港势力 公然鼓吹港独 自决公投等主张 从事破坏国家统一 分裂国家的活动 公然侮辱 污选国旗国贵 煽动港人反中反共 围攻中央驻港机构 歧视和排挤内地在港人员 蓄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暴力对抗警方执法 毁损公共设施和财物 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 环要看到近年来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通过立法 行政 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 进行插手和倒乱 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 勾连合流 行系一气 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 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散 利用香港 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損害法治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依法 予以防范 制止和情治 引述完毕 邓炳强先生 你作为一个曾经做过殖民地走狗的皇家警察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蒙昧无知 人们可以理解 但是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而且是身兼国安委的保安局局长 连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意都蒙冷查查 如果继续够说什么外部势力 处心积累危害国家安全 你小心呼沙不保 按照邓炳强的说法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历任特首董建华 曾荫权 梁振英 及林郑月娥 全部都无视 他口中所谓的外部势力 在香港危害国家安全 邓炳强更加奥妙的说法就是 2003年7月1日 50万港人上街 反23条立法及赌党 原来是外部势力 在香港陪席一些本土反对派 专门举行反政府大游行 而反23条立法大游行 就是他们的试点 2003年 邓炳强只不过是一位38岁的中级警务人员 竟然知道当年50万港人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23条立法大游行 是外部势力的杰作 那借问声 究竟是什么外部势力这么厉害呢 又为什么我们又没听过 中联办或者港澳办的领导人 有类似的说法呢 讲到外部势力 20年来处心积累危害国家安全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一个问题 你当差34年 其中10年 头戴皇冠牌 效忠英女王 究竟算不算是一只植民地走狗呢 不久前 你曾经欲骂罗冠冲 是现代汉奸 这顶帽 似乎戴在你头上 比较合适 对于境内境外 小粉红而言 根据成份论 你是切头切尾的港英余孽 人们不禁要问 今天香港是爱国者治港 为什么会有一位疑似外部势力 培植的前皇家警察 竟然可以成为 身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的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被某一些人视为鹰牌 甚至有人认为 他有机会继李家超之后 成为第二位做过皇家警察的特首 那即是外部势力 培植他做特首 多谢各位收看及收听本节目 请分享影片及付费支持 下周再见